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夏业良上个星期被北大终止聘用合同 理由是教学不合格 53岁的夏业良是中国最大胆敢言的自由派学者之一 他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并主张建立宽松的民主制度 由于北大历来被视为中国思想最活跃前卫的高等学府之一 夏业良被解聘事件被外媒广泛的报道 并被解读为当局控制思想的风向标 那么北大以业务理由解聘夏业良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 夏业良的遭遇反映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什么处境 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 首先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北大解聘夏业良 那么一直是以业务不合格为理由 那么你觉得这个说法你是觉得有一些漏洞 那么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好 北大校方现在一直强调说 北大是兼须包容有学术自由 同时他这次解聘夏业良使用的也是学术理由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漏洞 那就是他想回避一个关键点 就是究竟在北大这个校园里 政治是否在制度化的干预学术自由 假如这个制度化的政治干预确实存在 那么这个学术自由就是假的 同样的这个解雇夏业良的这些所谓的专业层面的理由 本身可能也是站不住脚的 要害就在于北京大学有多少制度层面的政治干预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刻分析的 特别是对学生这个层面的控制 以及对教师的这个所谓学术研究方面的控制 这两条正好就是校方用来解雇夏业良的理由 我想这里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以 对 待会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解雇夏业良的一些具体的说法和做法 那么再请陈破空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夏业良那是本来 如果你说按照一个一般的解聘也就罢了 但是中国官方的处理 尤其是官媒的处理 似乎给人的感觉好像有点 此地无垠三百两的感觉 就是说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业务问题 那么你的观察是什么破空 对 北大当局和中国官方媒体一些说法 实际上是不打之招此地无垠三百两 比如说北大当局告诉夏业良说 你最好不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上扯 那样越扯对你越不利 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往政治上扯 对你还有利一些 也就是说你还可以留校教学 那就说就是暗示它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那么另外后来这个解聘 他又告诉这个夏业良 你不要以为美国教授在支持你 外国教授支持你 我们就不敢解聘你 说那样只是帮了你的导盲 反过来这句话的浅台词就是说 如果没有外籍国教授 没有国际声音支持你 我们也许还有通融的余地 这说明也是一个政治化的背景承认 尤其是《环球时报》所发表的社论 更加承认是一个政治事件 《环球时报》是这么说的 它说它有人摆出一副 就是说跟当局激烈对抗的架势 走舆论成名的道路 它既然你这样做 那就不要换得换失 意思就是说既然你要这样做 你就要付出代价 那就是政治代价 也就是你跟当局对应 你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如果你不是那样 不是跟当局对应 你不是作为异者而出现 你的教授根本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次的处决 实际上它《环球时报》 暗示的非常明显 就是杀鸡近猴 就是这个震慑 这个知识分子 让人人自危 所以他们所有的解读 都通向一个北京大学的决定 不是学术决定 而是一个政治决定 好的 军桂德先生 实际上大家知道 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昨天夏月良先生还继续去上课 而且得到了学生相当大的欢迎 而且比往常还增加了学生 尤其是下午上研究生课的工作 走廊里面坐满了人 而且有学生公开地想要表示 我们知道网上大多数人 都是支持你的 夏老师你要继续上下去 等等 这是很明显的 我想这个事件表明的是 北大历史上 最黑暗的两个时期之一 第一个最黑暗的时期 北大已经死掉了 在我看来 过去蔡元培的北大 胡适芝的北大 等等 甚至马英初在 1950年代的北大 已经死掉了 现在的北大 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的 学术 完全被政治控制的 是党控制的 党校一样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 它是最黑暗的时期 一个是文革时期 北大所谓两校 参与了非常多的 毛泽东的江青的政治斗争 第二个就是 开除夏月良 开除交过标 前一段时间和夏月亮 这也是相当黑暗的时期 这个 北大如果要扳回它的光荣 我想要必须要非常彻底的 争取到学术独立 我想现在是 没有任何这个机会 老师 刚才我们谈到 不去来案件的时候 小农 我还有其他的 我们的嘉宾都谈到 现在中共有个特点 就是政治问题 非政治化 在学术单位也是一样 政治问题 它来给你一个学术化 北大给出理由 当然是学术上的 包括你夏月良 这么多年期间 学生的评价不好 有三百多人 给校方发email发信 说是反映他授课内容 有问题 喜欢在课堂上吹牛 别的什么都讲不出来 还说出他这么多年来 在北大的学报上 是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么夏月亮先生 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 这么一位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 他所写的文章 当然不会在北大 这么一个校刊上 现在已经沦落为 留学拍马的这么一个 所谓的学术性的 刊部上来发表 他所讲的课的内容 包括对社会主义制度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 当然会受到某些学生的不欢迎 这些学生甚至有学生 在他课堂上闹事 后来我看了夏月亮先生的博文 他进行一些调查 这个学生就是某某副省长的 副书记的儿子 当年是什么省里的三好学生 当做这个奥运的火炬手 被当地政府保送到北大等等 这些人都已经成了中共的这个利益获得者 而且北大现在有所谓的报告员的制度 对对对对 信息员 信息员 他们像就等于是密探 内奸一样的这样的孩子 对吧 他们出于自己的个人目的 来向学校来报告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是作为夏月亮先生 学术上成绩不好这么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非政治化的政治问题 对 这个陈小农先生说 他有几个证据觉得在下 请给我们补充一下 好 我前面谈到北大对这个 用政治化的 用制度化的这个政治控制 来控制校园 这一点呢 实际上是有一系列证据的 不仅仅是针对夏月亮个人 也是针对全体教师的 我现在这个举三个例子 两个是关于学生信息员 换句话讲就是学生特务 还有一个是关于校 北大的学报 它是个什么特点 好 请讲 我都做了一些分析 北大的中文系的退休教授 钱里群先生 前年在国外海外出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知我者唯我心忧 在这本书的后继里 他提到六四以后 北大校方发了一个通知 通知的名字叫做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几条措施 他的书里写道 这个文件里明确说明 要在学生中培养一批积极分子 也就是说 就是建立一支特务学生的队伍 那么我最近查了一下互联网 然后我找到这样一份文件 叫做北京大学医学部 本专科教学学生信息源制度 这个就是关于如何招聘学生信息源 这个如何安排他们的工作 对他们提出要求的一个公开的制度 换句话讲 北京大学不能说 他没有建立学生的特务网 因为这个文件本身就在这里 医学部只是一个 对人文社会科学很少教这方面课的一个学院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里头 这方面的信息源更多 在北大医学部的规定里头 明确地说了 每个班聘一到两名学生信息源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 所谓学生信息源 有好几个名称 一个叫做学生信息源是监控学生的 一个叫做教学信息源是监控教师的 还有的大学称它为安全信息源 其实都是同一个目的 那么关于北大学报 我做了一个数量上的分析 我和北大学报有十几年的交往 因为我在编辑当代中国研究的时候 北京大学非常想看这份杂志 因为他们的学生很喜欢这个杂志 教师也喜欢 所以北京大学一直给我寄 北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长达十几年 所以我一直对北大学报比较关注 我昨天分析了北大学报 从2009年第一期到2013年第三期 一共27期 我想看一下究竟跟夏宜良教授有关的经济研究 北大学报登了多少 好 陈小同学请您稍微简短一些好吗 好 然后发现结果是 就在2077当中 北大刊登的与学术毫无关系的政治宣传文章 有13篇 而经济研究的文章只有20篇 它的特点是叫做脱敏化学术 就是说脱离敏感话题的学术 这个重点放 北大这个学报重点放在文史和古代 对当代问题只选择那些 对政策做某些一个温和的评价 而不做任何批评 那么很显然像这样的一种半刊方针 它只适合于那些研究 与现实不相干的学者 而对像夏宜良这样教现代经济学 并且对现代经济问题有深刻理解的人 他的文章是没办法发表 所以可以理解夏宜良没有办法发表很多文章 那不是因为他不想发表 而是北大学刊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文章 好 陈晓彤先生 您给的这些数据都非常有说服力 那么我想请陈破空再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刚才他说的都是从学术层面 比如说信息园教室里面的或者学刊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高校里面 这个从组织层面 党委团委等等 都是非常活跃的控制校园 那么破空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首先补充一下晓彤的话 关于信息园的出路是什么 这些信息园实际上就是学生特务 他们的出路就是被学校推荐上研究生 不管他成绩好坏 然后上了研究生之后 毕业之后呢 又直接很多人直接留在学校当政工干部 所以他们的出路是非常的光明的 这个是名利双收 财前双收 好 另外我想说的是 这个信息园制度是六四之后的一个新制度 但实际上中共对大学校园的控制由来已久 自从1949年开始在北京大学 他就建立了各级党委团委制度 校 系 班 完全是分布了 这个校有党委 这个系有团委 这个班里面有团支部 像我那个大学时代 我就是团支部书记 团支部书记是找我谈话 系里面找我谈话 就是要班里的情况下 向他们告状 要反应 要告密 要对学生的动态要掌握 我没有那么做 所以后来也没入党 所以这些控制 实际上是共产党从头到底的 所以这种党控制需要 本身就是对学术自由 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种扼杀 所以为什么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叶利欣所发布 戈尔巴乔夫叶利欣发布的一道命令 就是让共产党 党团组织退出大学 退出工厂 退出一切事业机关 所以今天的北大 不要说精神死了 早就死了 从49年开始就死了 这是逐渐论上 最后是荡然无存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扼杀 学术的一个悲哀 其实我们知道 我还补充一下 这个刚才破空提到了 这个政治上的 对所谓学生积极分子 和学生特务的激励 其实不光如此 还有经济激励 据我从中国其他院校 网站上看到的消息 一个学生特务 举报老师一次 可以得到几十块 到五百块的奖利 难怪夏业梁收到几百个 对 有320多条信息 可能就代表着 很多学生特务 发了不少财 对 其实夏业梁提到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他就说这个是三百多个人次 写电子邮件报应 而不是三百多个人数 这一点我们要区分清楚 我要提示说 我恐怕这次事件 恐怕成为一个危险的信号 就是因为注意到高层 最近说到了反动知识分子 好久没听说的话 现在重新提出来了 是不是中共要重新走入 像毛泽东时代一样的 反制主义的道路 开始整肃知识分子 是不是来自 类似第二次反右 这样一个东西 现在大家都有点恐惧了 因为现在这样的架势 一个一个的 据说下一步 除了前面的焦国标 另外还有华东 理工大学张雪忠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的张雪忠 现在夏业梁 据说下一步还轮到了 霍卫方教授等等 这个是不是要进一步 整肃知识界 我们现在比较恐惧 所以说这里中国大学教育 教育非常的担心 当然大学教育制度 我注意到 他们说夏业梁教授 是所谓合同制 是不是中国大陆教育制度 那个关于终身教职的问题 那个制度的引进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是使得它能够保障 学术自由 这个东西是对中国大学教育人的安全问题 人身安全 包括所谓的不服从者不得食 这样一种共产极权制度下 能够解放出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那么中国现在对思想界 对舆论界的这种控制 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高度 特别是不久前 我们看到有所谓的通知 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正式文件 说七个不能讲 包括你大学教授 不能讲什么宪政改革 不能讲普世价值 这是非常荒唐的 高等教育学府是启迪人们私盟 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 未来中国的发展这么一个地方 为什么不让大家讲这些东西 你共产党既然自信的话 三个自信 对你的理论 对你的制度 对你一切都自信 为什么怕别人去讲 另外我查了一下 北大过去的校训 是寻思想自由原则 取兼容并包之意 这是过去在蔡元培的时代 定的北大校训 现在非常荒唐的是 很多学校都有校训 北大没有校训 那么通过夏宇良先生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不仅北大 中国的几乎所有的高等学府 对这种思想上的探讨 对于人们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 已经完全采取打压的政策 我想给北大起一个新校训 不知道他们喜欢不喜欢 叫寻思想禁锢原则 取溜须拍马之辈 非常有意思保身 我想再请这个陈晓农先生 跟我们分析 刚才我们都提到很多 就是从制度层面 从各个层面来控制学校 那是中共方面的做法 那么我想从学生层面来看 我们知道 就是夏宇良里面提到 就是在他的业务标准里面 说有几百多个学生 对他的教学不满等等 而且说他攻击社会主义等等 我想提到的就是说 学生中固然有很多人 是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 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 今天的中国青年一代 和比如说八九民运以前 八十七十年代后 八十年代初 八九那个时候 那个当时全国性的 思想启蒙运动 有很大的区别 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 跟那个时候 他们的政治冷感 政治冷漠 还有利益 实力主义等等 跟当时有很大的不同 你是怎么看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处境 似乎是更为孤单孤立 你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六四以后 孤立自由派知识分子 打击他们排挤他们 就是一个既定的方针和政策 我们谈到了 学校设立学生信息源制度 就是广布学生特务 这个做法本身就是 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开始北大的设置 所谓的学生特务 主要还是针对其他同学的 后来发现 这个光同学当中 可能这个敢于思考 敢于这个谈论一些 关于现代民主的一些话题的人 越来越少了 被压下去了 那么这个重点就转移到对老师 所以夏宜良提到 他曾经在采访中提到过 在前些年 还有很多学生 私下和他表示 很赞同他的一些看法 和他有同感 但是这样的学生 现在越来越少 也就是说 或者是出于恐惧 或者是出于 各种实力的考虑 我刚才提到 这个破空也提到 现在在学生当中 如果你能 当学生信息源 表现良好 每年还能在 学生特务评奖当中获奖 你就可能成为党员 那么有一些学校 我看到一些网站 提到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你是学生党员 那么凭学校奖学金的时候 加10分 但是如果你发片一篇论文 加0.5分 换句话讲 你混上一个党员 相当于20篇论文 你就可以拿到奖学金了 所以它不光是政治上 而且在物质上 也加以充分的力 这个诱惑 从各种手段 把学生引导到 这个所谓的顺从的 这个奴隶心态上去 那么这个情况呢 应该讲 还是起作用 是 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刚才陈晓龙也谈到 我注意到 你们也注意到 何清廉女士最近 写了一篇文章 也谈到 因为她提到一个事情 就是80年代的情况 和现在的情况 80年代 当时复旦大学 她提到这个事情 正好是本人是主角 就是说 我们当时 我在1983年的时候 当时还是博士研究生 在桂林会议区 一起做了一个发言 就是说代表 与同行的几个学者 一起做了发言 就是受到了官方的打压 当时是所谓 精神污染的内部的 起源之一 导火线之一 就全面地对中共的 哲学体育提出挑战 然后上面 中宣部 中组部 那些文件就压下来 要怎么批划 然后要停止我们的学业 我的那个博士生的学业 等等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 校方的态度 现在的校方 你看对夏宇良是如何的凶狠 当时复旦消防 居然表面上要应付一下 上面的 但是它实际上是 非常的保护我们的 据我所知 是抵制了中共中宣部 包括国家教委的 很多压力的 而且后来 和英元女士文章讲了 稍微隔几十天后 翻案以后 我们的那个讲座 我们当时组织的讲座 全校极为受欢迎 轰动一时 解放日报是头版 头条灯 这个事情 所以说明现在的气氛 和当时的气氛 已经完全不同了 中共的这个政策 现在已经是 非常严密的 在控制学校 好 破空好像要 我想 对 我想接受 他们两位的话说 就是夏业良被开出 跟现在的大背景有关 我们知道 今年以来 习近平的班子 中共中央下达了什么 新三反 七不准 十六条 新三反是讲媒体 说这个有 反马列毛的 言论的这些记者和编辑 不能留在媒体 那么后个 七不准和十六条 针对高校 七不准就是高校 不准谈这个 不准谈那个 不准谈什么普世价值 什么民主宪政 不准谈党的历史问题 等等等等 十六条又进一步规定 大学的青年教师 不能这样 不能那样 不能那样 所以这就是给 中国造成的高压气氛 这个气氛是 对毛走派极为有利 毛走派气焰 嚣张到极点 然后对自由派 是窒息到极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 就是夏业良被开除了 因为他是自由派 但是北大有另外一个人 叫孔庆东 满口脏话 满口喷粪 这个网友 把他叫孔教授 就喊叫的叫野兽的授 他一会儿骂香港 一会儿是骂香港人 是狗 一会儿骂这个 新加坡记者 是婊子 就这样一个人 能做一个堂堂高等学服 第一学服的教授吗 就凭你的这个风格 你的那个风度 和那个文明修养都不够 还比较说 而且有人比较了 把夏业良的论文片数 孔庆东的论文片数 放在一起 孔庆东写的论文 连夏业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北大为什么不开除孔庆东 而开除了夏业良 就是北大党委 您左勿右 就跟当今中国 目前的现实政治气候 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好 最后我想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知道 这些大学的思想控制等等 也许在短期内 会引起反弹 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讲 它对思想的发展 发育起了一个 非常强的窒息作用 那么从中国未来来看 从中国年轻未来 以前我年轻几代人来看 宝生你觉得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这个思想钳制 对 现在中国年轻一代 青年学生 他们的状况 就是反映了 中国社会的整个的气候 就是如果你要 顺从体制的话 你可以得到 很多很多的好处 你可以进入利益集团 或者给利益集团当走狗 你可以飞黄腾达 你可以贪污腐败 你可以包养二奶 你可以有20套住房 都不是问题 如果你要反体制的话 你就会像夏业良知一样 那么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讲 他有他自己的设身处 趋利避害 这种自己的个人利益 包含在里边 你毕业以后 你要不要找到工作 你要不要赚到钱 你能不能在北京买一套房 所以现在就培养年轻人 一种犬儒主义 就是逆来顺受 好听一点是这样 有的甚至是流血拍马 去迎合 去奉承 为了自己将来 能够有一好的前途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好 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 没有看见一个 他们正在种下去的一个 潜在的巨大的危险 那就是现在在高校里 用马克思主义这套 这个所谓的经典的 这个教条 继续在进行洗脑教育 然后规定教师 必须按照这个 洗脑教育的标准来教学 它对学生产生的影响 将来可能是 导致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面临更大的威胁 原因是 目前中国其实已经 背离了共产党宣称的 或者马克思 主张的那个所谓社会主义 中国其实是走在一个 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的道路上 而这种情况下 所谓的资本家 很大一部分人 自己就是共产党的各级干部 所以我把它叫做 英文叫communist capitalist 就共产党资本家 或者共产党人资本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反资本主义 反资本家的教育 他们一旦毕业 走上社会以后发现 他们在大学里 获得的这些知识 除了教他们恨资本家 其实没有办法帮助他们 面对中国社会 现在其他的问题 他们自己的就业等等 都有巨大的困难 甚至很多人长期只能靠坑老 过日子成为所谓的 这个下流社会 最后的结果是 如果这些青年人 逐渐逐渐成长起来以后 他们会发现 他们脑子里只剩下的 就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 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 反资本家 那么中国现在谁是资本家 共产党的各级干部 就是资本家 那么很自然的 将来就有可能 中国会面临一场 有年轻一代 成长为中年一代以后 他们期待的是一场 毛式的这个年轻的 马克思主义者 反对富人 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场革命 那样的话 会把中国影向 离民主更远的方向 当然也会导致 共产党统治的负面 我想说几句 这个说到北大精神的轮上 其实有一个历史的反讽 我们知道北大 以前有两面大旗 叫科学与民主 其实北大跟武士运动 很大的关系 可以说是武士运动的发祥地 但是共产党 也跟武士运动 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武士运动的时候 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还没有建党前 他都在里边 比如说像陈独秀 李大钊 周恩来 都在这个武士运动里 而武士运动之后 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尤其是陈独秀 又办的星期年 就是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那我们看到共产党 这个建立之后 夺取政权之后 完全背叛了武士精神 背叛了北大精神 不仅践踏了民主与科学 而且是用这种党委的方式 来控制北大 一步一步的扼杀了 北大的精神 北大的思想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了人的贪欲 一个领导集团的权力欲 是怎么扼杀了 过去他们的一个初衷 一个革命的初衷 而且我们看到老校长 像蔡元培 胡适这些 他们的风骨是怎么样 当年蔡元培 因为北洋军政府 杀了刘和真军 蔡元培掘食 蔡元培敬仲 蔡元培代学生 跟这个军政府交涉 被迫让北洋军政府的首脑 断旗罪 常跪不起 为这个刘和真军举哀 所以那个校长 有那样的风骨 而今天的校长是什么 所以这个共产党 他通过这个建政以后 通过什么反右 通过文革 通过六四 把北大的精神 一步步打掉 可惜的是 今天他们油闲不足 他们还在搞什么 这个对北大精神的 一种扼杀 这种精神已经荡然无成了 你就要扼杀到什么程度 无外乎是把这种 这个空谷轻音 什么取高和寡 这个空谷吸音 这种下野人的声音 进一步的扫掘 把它斩杀殆尽 让北大成为 中共的一个思想阵地 实际上在另一个层面上 回到文革 好 春国的先生 我想这个后果 是非常明显的 实际上中共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这么多人 这么大个国家 1949年以来 从来没有培养出 一个所谓 罗贝尔奖金获得 其他都不要说了 中国这么大个国家 所以说将来 他如果扼杀了学术自由 扼杀了思想自由 那么在中国下一代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陆 教育体制下 成长出来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当然现在有一点空隙 就是大家可以往海外了 所以说包括香港 过去香港 这么一个淡源之地的大学 都成了和北大清华 这么大的大陆 13亿人的大陆 和几百万人的香港 都争不过香港 所以还别说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大学 所以说 这个对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中国的 所有的社会部门 恐怕现在比较起来 是教育部门 是所有的部门里面 最落后 最反动 最顽固的一个 中国的旧化经济 或者中国的共产党 统治的一个堡垒 这个东西 如果不清除掉的话 中国将来是 看不到任何前途的 好 保生最后几句 所以夏宇良教授 这个事情发生在北大 虽然我心痛 因为北大 就像刚才破空所讲的 是五四精神的发源地 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当年北大的 寻思想自由原则 就不会产生 陈独秀 李大钊 甚至毛泽东 这样一代中共领导人 那么中共现在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不可能执政 所以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不要禁锢思想 不要压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包括学术自由 好 有关这个夏宇良教授 被解聘的话题就到这 接下来我们很快要看一看 央视批星巴克 用以何在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